9月25号开始 饭局的诱惑开局 让我们进入囊来了 饭局的诱惑12期节目 刷的一下就坑完了 今天就花三分钟 带你们回备一下饭局的坑 马东作为男主人第一个出场 饭明明整个人吧 结婚有意思吗 一年半以来有啪啪啪过吗 你是先喜欢男人还是先喜欢女人 请用一个形容词 形容一下对方的口感 前面这些基本都是弱鸡 不过有些人勉强还能挺得住 所以其实你是喜欢年纪小的女孩 我和柳妍同居很长时间了 我哥会疼你哦 这年头好白菜都人的傻拱了 不过也不是白拱的 她在跟我同居的同时跟大鹏有事 哇 什么事 爽 爽 你发现了吗 挺着呗 看的人都怀孕了呢 怀孕 阿娇的怀孕 和贾静雯的怀孕 都跟我有关系 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才能怀孕呢 噗 大哥完事儿了 叩 看样子还挺累 那换层层上 你真的做过大宝剑吗 老子 不限次数 不限心情 历劫而亡 哎呀嘛呀层层 问老好了 还要还要 用一个词形容朱丹的身体 了如指掌 哪一年了如指掌 一直了如指掌 我真生气了 现在我正在跟胡可 办理离婚手续 哇塞 你们太会坑了 话说嘛 猴和体天下无敌 可怎知 请问你跟胡可离婚 是因为吴秀波还是朱丹 是因为你 哈 what shit 爸 饭局的女主人跟沙姨跑了 马东怎么能咽下这口怨气 宝贝 作祸 变我 作祸 爱你哦 你这个作祸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佩存疯了 嘉宾们也都疯了 我在追求那种刺激感 观众应该有我一个人主持 刺激 算什么 他杀杀杀 你撕人家范冰冰撕的是什么 因为他演技太好了 非常名单里最喜欢的是什么 我最喜欢就是那个 草可凡 喜剧界最牛逼的是谁 唯我独大 请用一个词评价一下第二名宋小宝 什么玩意儿 第三名的贾铃 玩意儿都不是 第四名乔山和秀锐呢 他俩是什么玩意儿 不行啊 这节目上完 娱乐圈没把混了 你看马东那腿脚掩饰不住的一丝尖嚣 他以为他把所有人都坑了 但是 俗话说得好 马东 你会找报应的 马老师自己讲出他自己姐弟恋的事 他说他人生中爱的最深的一次 正好是你做IT男那个时候 你犯下的错误 他有没有大你超过十岁 那都六十几了 他现在 你会离婚 然后跟他在一起吗 来 我们把门打开吧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马东真的能见到他的姐姐吗 等一下 这还没完呢 听一个 磨鼻子 听一个 磨鼻子 听一个 磨鼻子 马东不仅找回了奶奶 不对 是旧爱 而且 爸爸 爸 什么节目这是 不是说好了坑别人的吗 马东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下一届 您可悠着点